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 倡議健康的成年人 每年接種一針的新冠疫苗 回曉林報道 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 亦同時倡議 給兒童及身體較弱的成年人 一年接種兩次疫苗 同時亦向顧問諮詢意見 是否應該跟流感疫苗一樣 定期選擇疫苗病毒株 來更新疫苗 當局已經在上個月宣布 他計劃對疫苗接種作出改動 希望能夠減少疫苗管理錯誤 減快疫苗部署及溝通 以提高疫苗覆蓋率 美國現時要求接種者 在三至四個星期時間內 接種頭兩針新冠疫苗 再在幾個月後接種加強針 當局會在星期四 與外部顧問小組會面 如果倡議最後獲顧問小組通過 現時輝瑞及莫德納的二架疫苗 將會擴大用途 用至所有新冠疫苗接種 這封信 這封信 是 我們可以用來看